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能源使用最重要的转捩点 驱动了人类文明进步的速度 电进入了工业与家庭里 让人类生活带来许多的改变 延续更好的生活 在经济建设起飞的八零年代 台湾电力需求大幅成长 政府开放民营电厂设立 台泥企业团为响应政府开发电力及产业东移政策 于花莲县秀林乡和平村 建立以水泥 环保 能源为核心 所组成的港电厂三合一循环经济产业链 分别为和平专用港 和平电厂 和平电厂自民国八十四年开始筹划 九十一年正式商转 让台湾当时供电不足的窘境得以缓解 提供百工百业及经济民生的用电稳定需求 大卓水溪畔高耸地标 饶富深意的祖灵之眼 象征着守护和平一方的印记 和平电厂两部发电机组 采对称式配置 配置两部66万千瓦装置容量 燃煤气力发电机组 为全台湾单位装置容量所需面积最少 土地利用效率最高的燃煤电厂 发电所需之燃煤 由船舶运输靠港后 即采连续机械式泄煤 经密闭式燃煤除运系统 直接进入巨弹型煤舱 整个煤炭运输及储存过程 完全避免车辆运送及露天堆滞所可能造成的污染 厂内溢彩密闭式输运 将煤炭输送进入锅炉房 经研磨后燃烧 产生的蒸汽推动巨型蒸汽涡轮机 两部发电机组 共产出132万千瓦的便利 经53公里 123座 34万5千伏特超高压输电线 引接到台电宜兰东山超高压输电所 约占台湾总发电装置容量的3% 锅炉燃烧产生的烟气 经由触媒脱销设备去除氮氧化物 静电集成器去除力状污染物 湿式石灰石石膏法脱流设备 去除流氧化物 及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等 多项先进空气污染防治设备 使空气污染物排放浓度 皆优于法徽标准 同时设置250公尺高的烟囱 增加排放扩散能力 发电过程产生的飞灰 经由密闭吹运系统输送至水泥厂 锅炉底灰及脱流石膏 由卡车运送至水泥厂 没有燃煤电厂需设置灰塘的困境 不会造成海洋污染 是全世界唯一无设置灰塘的燃煤电厂 百分之百的煤灰及脱流所产生的石膏 完全回收再利用 成为水泥原料 脱流所需的石灰石粉 亦有水泥厂供应 是最清净高效 也是最环保的循环经济模式 为保障设备及工作安全 确保供电品质稳定 降低各类污染排放 并优于环保法规 和平电厂于民国九十三年 通过ISO9001 ISO14001认证 实施系统性优化管理 以健全电厂营运稳定 升值友善环境的DNA意识 努力控管环境污染风险 和平电厂秉持企业团 台尼唯一处理人类文明 与大自然之间复杂关系的 绿色环境工程公司精神理念 智力平衡 产业发展与环境共生 善尽责任 回馈相礼 公益活动一直是 和平电厂关怀社会重要的一环 举凡校舍修缮 添购教学设备 传统节庆赞助 寒冬送暖到淨滩活动等 不生技术 更以台尼企业团总体力量 打造打卡园区 从工业发展到人文关怀 从环境保护到深耕永续 以永远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把人放为第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